有關交通消息來看到 宜蘭市鹽坪一路198項 因為連接高速公路側車道之後 還能直通市區以新路 雖然路不大 也有沒有紅綠燈 加上車不多 所以成為了取代東港路的另一條便道 不過地方認為部分的路段需要拓寬 希望政府單位來協助 畫面中這條不起眼的小路 現在卻是許多民眾 往來宜蘭市區跟高速公路的便道 因為沒有像東港路的車多 又有紅綠燈 為什麼會怕這條小條路 這條比較方便 因為這條沒有紅綠燈 一方便是沒有紅綠燈 一方便就是這條也會比較快 路比較近 因為剛才剛才接高速公路上 會很方便通常上去 地方里長表示 有越來越多的車輛通行 鹽坪一路198項這條道路 尤其之前部分路段 已經利用水力勾來增加路寬 所以希望後續比照辦理 這條讓我投到高速公路 前前一站已經突發了 這是說建議我們這條相關單位 可以把後面這差不多500米作用 來突發 因為這個外地來好 或是我們本地 都會要持久都會跑到這裡來 因為這條地點沒有車廂 好走 直接讓我投到宜蘭市裡 這條綠燈 整條都做好了 由於我們這站也不來做 雖然地方有需求 不過根據了解 因為道路在水力勾上 採用懸臂式的工法 造價不便宜 所以代表認為 可以逐年分期來施工 有工廁一直想要做 不過沒有那個經費 沒辦法做 你如果說這條可以 我可以用管理管理管理 管理管理管理 來做 因為這條 剛才說 車都出了很多人 提醒駕駛朋友 行進這路段還是要放慢速度 注意路口的來車 宜蘭新聞記者張立林採訪報導 要找地位置 祝福 下集中